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最适合佳罗的辅助 请大声告诉我他是谁 没错他就是 男力王 听到这里 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了 佳罗这个英雄特别需要队友的保护 你看男力王他能保护佳罗吗 他不能吧 所以用男力王辅助佳罗这个不合理 但是 如果我们辅助的是对面佳罗呢 那你像这里 光是看开局的动画 我都能感觉到对面的佳罗在笑 他的脸上洋溢的喜悦 要想辅助好佳罗 必先了解好佳罗 那我教大伙一个100%拿佳罗一血的技巧 绝大部分情况下 佳罗会加一技能 在一技的时候去压制对手 就像是这个样子 那只要等佳罗一上头 咱就可以攻其不备拿下一血 这里不要隐身草葱里面一吨 等他开一技能过来A马可 这样他就死定了个鬼 他加的是二技能 佳罗兑现马可一技加二技能 你是有多怂 但怂也救不了你 这不完美啊 咱们换一个素材 我真的试过的 屡试不爽的 请大家相信我 只要佳罗赶开一技能过来A人 那么他必送一血 你奶奶 现在的佳罗都这么熟吗 上一次 佳罗交叉以后 我选择了回头 但这一次 你 给我死 交叉跟上 玉塔也要拿一血 这就是一个辅助的决心 其实很多时候啊 对面选了佳罗以后 你拿个南临王 那么他肯定是有防备的 而如果此时咱们抓别人 并用认知差攻击不备 这个成功率就 也不高 所以还是跪在坚持 每次加罗第一波叫了闪 那么第二波不用想 他肯定没闪 所以咱一抓就一个准 俗话说的好 万事开头难 成功辅助了一次加罗以后 那么第二次还远吗 就是现在来 让咱们没开二度 我跟你说 这个世上 没有人会一直惦记你 除了南临王 小伙子啊 我对你可是死忠如一啊 你能不能乖乖的 给我死 你看 这不就好了吗 等加罗复活的时间 咱们敲摸的狗到这个位置 下一波也是十拿九吻 刚上线 他就得回去 我就问你 憋屈吗 兄弟们 我憋屈 我难受 所以咱们就先抓一波江子牙吧 一套秒了 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再抓一波韩信吧 咱们稍微找一下自信 找一下手感 找一下存在感 告诉自己 我终究是一个辅助 辅助加罗 我行的 我可以的 这里中路爆发一波遭遇战 咱直接一个大伞 给加罗辅助的明明白白 最后一发极限二技能 换掉韩信 这就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 咱说了辅助加罗 就辅助加罗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相信加罗 他也很欣慰 所以这颗心 我就笑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